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课题呢 讲的是我们的Python的一个实战 就是批量的去爬取我们的京东的一个商品信息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 这一个商品信息的一个可视化 那我们的今天的一个环境呢 还是老规矩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这一个环境的使用呢 用到的是Python3.7的一个解释器 Python3.7的解释器 那什么是解释器呢 解释器的话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识别我们写的代码 也就是说识别我们的一个代码的规范 是不是是我们Python一个的语法 那我们的这一个开发工具呢 我用到的是Python的一个社区版 那这一个Python呢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不是解释器 它是一个编辑器 编辑编辑 它其实就是编辑代码的东西 编辑代码的软件 编辑代码的一个工具 那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敲代码的工具 那由此可见 我敲代码的工具有很多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Python呢 首先的话 Python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的 比方说我要打一个print的话 那关于这一个P开头的 所有的一个函数啊 方法啊 它都会出来 我们直接选中它 回个车 它就能够立马的显现 那这是其一 那其实编辑器的话 有很多 比方说Vesco的呀 Summerlim啊 还有什么Jupiter呀 等等等等 好那我推荐大家用到的是这一个Python 如果说大家想要学算法 或者是说想要学这一个数据分析 想要建模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去学这一个Jupiter Notebook 就会好一点好一点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个模块呢 首先有一个工具 两个模块 那其实的话 这一个模块都可以不用好 这个态模块 我们第一个模块呢 就是重中之重的模块 就是这个Sennini模块 Sennini模块 它是一个自动化测试的一个模块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什么是第三方模块呢 顾名思义 它不是Python所持有的 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第三方所持有的 我们可以利用Python的一些命令 一些模块 比方说我需要利用这一个PIP模块 去干什么 去下载安装它 那我的这一个安装的命令呢 是叫做指定版本安装 不是一个普通安装 而是一个指定版本安装 为什么我要指定版本安装呢 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安装 什么是普通安装呀 直接就是PIP InStoreSennini 就是这个模块名 那这一个普通安装 它安装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最新版本的 那最新版本的话 它是走到了4.0 它走到了一个4点 我写在这下面了 它走到了一个4.0以上的版本 那这一个版本的话 和我们的一个3.0的一个版本的写法上面 是有出入的 是不同的 但是呢 功能 用法 功能是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如果说大家想要干什么呀 对不一定兼容 如果说大家想要跟我的代码一模一样的话 建议大家就指定版本安装 指定合适的版本 只要是3的版本都是OK的 就看你那一个 如果说你是镜像安装的话 看你的那个镜像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版本 OK 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这一个碳模块是什么呢 碳模块 它是一个顾名思义 翻译过来就是时间模块 这一个时间模块 它是一个内置模块 什么是内置模块呢 就是我们Python自带的 我本身我安装了这一个Python解释器 它就有了这一个模块 我不需要去卸载 我不需要去安装它 我直接就是 直接对它进行导入就可以了 OK 那谷歌的驱动是什么呢 因为我这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 Clinin 它是一个什么 自动化 我想要自己用电脑打开 这一个浏览器的话 我就得利用这一个驱动 所以说这个驱动 也是必须要安装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我的文档 在这里的话 Clinin的一个实用 前面的话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这个爬虫与反爬虫的一个斗争 然后这一个建议 然后这个阿贾克斯的基本介绍我也不讲了 我们直接就讲到这一个Clinin 以及这一个谷歌的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那Clinin呢 它是一个什么呀 我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web的一个自动化测试的工具 它最开始呢 是为了这一个网站自动化测试而开发的 那现在的话 这个Clinin 它是可以直接运行在浏览器上面的 它支持所有的主流浏览器 什么是说主流浏览器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谷歌呀 谷歌呀 火湖呀等等一些测试器 我们程序员会用到的 而不是说我们什么 想一下好 搜狐啊 QQ浓试器啊 这些都不是一个主流的 所以说我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用这些测试器了 用那个QQ搜狐 OK 我自己的话用到的是一个谷歌 因为谷歌的话 它占了市场份额的一个50% 所以说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测试器 也是我们程序员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浏览器 它为什么说 它支持所有的浏览器 而且可以去接收这一个指令 什么指令呢 就是你的代码 你可以理解为是接收你代码的一个信息 让这一个浏览器 自己自动的去加载页面 而不是说 我自己去点击这一个浏览器 让它去加载 加载这个页面去获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甚至这一个页面的截屏 它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Clinin 那什么是这一个 Java这一个Java呢 那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谷歌的驱动 什么是谷歌驱动呢 你这一个驱动的话 是运用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的一个驱动程序 它使用它的话 我们才能说 利用这个Clinin 去打开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浏览器 那你的话 在这里的话 你针对不同的浏览器 它是有不同的这一个Java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谷歌的一个浏览器的话 那你就下载一个谷歌的 谷歌的驱动 你是火壶的话 你就下载火壶的一个驱动 就不要说 我是一个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但是我偏偏要下载火壶的驱动 你的这一个版本啊 你的这一个类型啊 浏览器的一个类型啊 不一致的话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 会报错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说我们去安装这一个驱动的时候 这一个环境 大家一定要安装好 那安装的一个方式 Clinin安装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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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在其次的话 那个驱动的安装的话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注意的是 你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驱动的版本 得和你浏览器的版本是相 不一定要求大家一模一样好 但是要相近 就是上下的样子 像我的这一个谷歌牛奶器的一个版本 大家看一下好 关于谷歌 我的版本是105点这一个 哎51什么多少的 105的是不是 那我就要安装这一个105的 我把这一个牛奶器 我看一下能不能进去好 来看一下我这一个105的话 我这一个二版本的 我肯定就是不能要了呀 哎70的是不是跟我105的 也相差的比较远 我就找105附近的 哎是不是就这两个是105 我就安装其中一个就好了好 那我的这一个安装的过程呢 哎我的电脑是一个windows电脑的 我就安装这个wind32的就可以了 把它下载下来 那其实大家在下载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到好 它是一个.zip的一个压缩文件 所以说我们下载下来之后呢 长啥样呢 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脑上有没有哈 应该这个吧 长这样长这个样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解压 好解压到当前的一个文件夹 它解压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一个驱动好 把这一个驱动安装在 或者是说直接拖进我们的python路径下 什么是python路径呢 你windows加r键输入wellpython 放大一点好 wellpython 去找到我们的 看得清吗 去找到我们的python路径 那下面的一个c盘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商店里面下载的一个python好 这个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要管我们自己安装的 我安装的 你们是跟我不一样的哦 我安装的是在低盘的python37的这一个下面 那我就去找到我的 这一个低盘 我们的python37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夹 那我的python路径是不是就在这里 python.ese 那我就把我的这一个驱动 看到没有 我安装在这里 我就直接把它拖进来了 我解压之后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拖进来呢 为什么要去安装在我的这一个python路径下呢 我们待会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具体的了解了一下这个Celine 以及这一个驱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实现这一个案例的话 需要用到什么步骤 其实这个步骤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就写成一个实战解析吧 这个步骤的话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这一个Celine它是模拟人去访问的网站 去获取的数据 那我们这一个人去获取这个数据 眼睛看到的这个数据 是如何去看到的 我们首先第一步是不是就得干什么 我写下面吧 我们的步骤 首先第一步我肯定得干啥呀 打开我们的牛奶器吧 打开我相关的牛奶器 我自己用火壶就打开火壶 我用这一个 哎 IE就用IE 现在但是IE现在不用了 好 用的是那一个 叫什么来着 EDGE吧 IE和EDGE这个牛奶器都是微软开发的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打开牛奶器之后我们要干什么 去干什么呀 访问我们的目标网站 像我的这一个目标网站是京东 那我就是访问京东 访问京东之后呢 哎 我是不是就得去搜索我的这一个商品信息了呀 如何去搜索 这个是我访问的这一个网站 我还得去在这里去点击我要搜索的东西 比方说我想搜索的是 哎 笔记本 电脑 是不是要点击这一个搜索 就是要找到这一个定位框去搜索我们的这一个商品信息 然后再去 要么就是点击回车 要么呢 就是点击这个搜索键吧 这个我们才能去获得到我们的这一页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详情页 那在这里的话又是如何去访问的呢 哎 如何去写的呢 哎 首先找到或者是定位到 搜索框 定位到他干什么呀 定位到之后输入关键字 也就是输入商品信息 输入商品信息之后呢 嗯 是不是点击回车 要么就是哎 点击搜索吧 我就点击回车好 点击回车之后 我是不是就能看到这一个商品信息了呀 那我就是让他自己去帮我去抓取这一个哎 抓取我们的数据哎 商品信息 商品数据信息哈 这个是我们的一整个步骤 其实大家的这一个步骤呢 因为他是模拟人的 所以说大家这个步骤大家都会 那其实的话 大家可以分两步 这一步 前面的这四步 这五步都是为了干什么 为了去获取到我们的这一个商品的详情页吧 那我后面的这一步才是说 去抓取到我们的这一个商品的数据信息 是不是可以分两大步 从这一个六小步当中去分两大步 那这两大步你可以如何去写呢 其实你就可以去定位两个类 第一个类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类是获取我的商品信息的类 我就叫做get info 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我讲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的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获取商品信息的类 或者是访问页面的类 访问信息的类 函数不是类 函数 那这是其一 那我后面的这一个函数呢 后面的这个函数是干什么 抓取数据的函数 抓取数据的函数 好 那函数的定义方式就是 自定义 defend 去获取我们的这一个京东 比方说我要抓取的是京东的 这一个商品信息 我就是京东 京东gate吧 然后一个冒号 后面pass掉好 因为我现在没有代码要写 我可以定义两大步 先定义两个函数好 这个呢 哎 DIF开头的是我们自定义函数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步 肯定是要导入相关的模块 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是如何去导入的呀 大家知道的是要么就是import直接的去导入 对了import time 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 from salini from写错了 from salini 从这一个salini当中呢 去导入这一个vibro driver 这一个vibro driver是一个什么模块呢 它是一个对了 它是一个哎不是哎 硬好是imports imports 这一个方法的话 它是支持 支持牛奶器自动化的一个模块 ok那我们的模块是不是已经导入完成了 那如何去写呢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肯定得干什么 肯定要打开我们的牛奶器 或者是说要去访问我们的京东 是不是打开牛奶器的话 让它自己去打开我们得干什么 去调用我们的这一个vibro driver的方法 写在这哈 vibro driver点上谁呢 点上我的哎可以看到 它有谷歌有火壶等待 还有其他的哈 那我的这个牛奶器是谷歌 那我就点上这一个drama 是啥呀 哎 这一个括号里面写什么呢 其实写的是这一个pass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路径 是谁的路径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谷歌的驱动的路径 因为我的这一个drama吧 vibro driver呀 那在这里的话 这个名字的话 我们就不纠结了哈 就是更有更的念法 OK 那这一个路径的话 是安装的是谷歌驱动的一个路径 那这一个路径的话 因为我把它放在了我们的pathon路径下 所以说在这里我可以不写啊 如果说遇到了什么不兼容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下哈 我在这里就先不写了 给他命一个名字 就是这一个是一个变量哈 因为是一个变量的话 你就自己去符合这一个变量的命名规则的话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命名为drama1 drama2 drama3等等 都是可以的哈 我自己就应用的drama 那这一个drama呢 因为我把这一个谷歌 也就是把这一个牛奶器 把这一个牛奶器 附给了这一个drama 所以说这个drama呢 才是我的这个牛奶器了 是不是 我要在这一个牛奶器上面去打开 也就是去获取到我的这一个什么 访问到我们的这个京东页面 那我就要把我的京东的这一个页面的信息 给他哎 拿过来 把他的url给他拿过来 是不是 那这个才是我要访问的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我们就访问到了 前面的两步打开牛奶器 好 我给大家写详信一点 好 这个一步呢 是打开这一个相关的牛奶器 那这一步呢 哎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步 是干什么呀 去访问我们的目标网站 访问京东 OK 那接下来已经访问到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他能不能给我们访问 有录播 有录播 来录刻一下 好 来录刻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 他是自己给我开了一个窗口 并且呢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他这里就说到了你的谷歌正在受到这一个自动测试软件的一个控制 这个自动测试的软件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的Selini模块 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去打开这一个牛奶器 是不是我们就实现了这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功能 那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同学给老师抠个一号 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继续往下走 没有问题 OK No problem 好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去定位到我们的搜索框 是不是 那如何去定位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定位 又基我们的这一个检查 或者是摁住你的F12 Fn加F12 Fn加F12 都是可以去打开的 都是可以去打开的 如果说你是笔记本的话 你就按住Fn加F12 那继续来 那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HTML代码 那我如何去找到我的这一个定位框的一个代码是什么呢 我们就点击这一个小尖尖好 一般大家想到这一个爬虫去抓处数据 我是不是就要点击这个Network 去抓包去找到我的这一个接口 那其实的话 在这里的话 我们Cenini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这一个HTML代码 也就是这个Elements 这个面板啊 我们点击这个小尖尖 点完之后 它是不是有一个亮起来了 它是有颜色的了 我没有点的时候 稍等一下 我没有点的时候 它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我点之后 它有颜色了 我要定位到我的这个搜索框 那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给我定位在这 我点击它 它就能够干什么呀 我点击这一行代码 它就能够在这里获取我们的一个响应 是不是 它就能够定位到 由此可见 这一行的代码 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我想要东西在哪里呢 是不是 它在这里告诉我们了 Input King.test 那这里的话 如何去找到 就是找这个Input标签下的一个什么标签呢 ID标签 这个ID标签 ID属性呢 它是等于King的 这个King就是我们要输入的这一个关键字 OK 那我们如何去书写呢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写在这 同样的 我这一个获取信息 还是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去获取的吧 所以说我们得是 Driver点上我们的当中的一些方法 比方说 Fendendments 什么segatory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一下我这个笔记上面有没有写 这个定位元素 那在这里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ID来查找某一个元素 那其实我们刚刚去找到这一个定位的时候 在这里 能看见吗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大 放大了一点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要的就是这一个ID去帮助我们定位元素吧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方法就是我们的这一个Celine find elements by上我们的ID 通过我们的ID来查找我们的元素 find elements by上一个ID 我写详细一点吧 把ID这一个吧 那我的ID刚刚讲到了 它的那个ID它等于什么 等于的是K E Y吧 再给大家看一眼 是不是等于这一个K E Y 在这里 ID等于这一个K E Y 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就是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搜索框 也就是我们要输入的东西 我就给它命一个名字 叫input tag标签 输入标签 那我要在这一个输入框当中 我把这个输入框定位到了 我需要在这个输入框当中去定位什么 去找到我的这一个什么 我给大家注视一下 这个是定位到这个搜索框 找到搜索框之后我要干什么 去输入我的商品信息吧 比方说我要在这个输入框当中 去搜索我的这一个电脑 或者是笔记本 你就用什么center case 要输入在这个case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搜索框当中 去输入我们的东西 我要输入的是笔记本 我想要记录笔记本 或者是手机吧 你们想搜索什么呀 输入king 输入我们的关键字号 king的话它是一个键盘的意思 显示器 大家喜欢显示器是吧 苹果手机 显示器吧 显示器吧 主机 可能男生就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女生可能对护肤和化妆那一块感兴趣一点 来看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京东的话 它是一个电气这一块好一点 这个是我要搜索的显示器 是不是 我搜索之后我需要干什么 去输入了我们的商品信息 那接下来呢 我要点击这一个回车 那有同学说哎 简单 我还是同样的方法嘛 input去在这个搜索框当中去点上这个center keys 然后在里面写上我要命令他我要让他去回车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我这一个是在这一个哎搜索框当中哎 在这个关键字当中哎去输入我们的显示器吧 那你这样子写的话就是表示说我不仅要输入显示器我还得输入这个回车 你不能用这一个文字去命令我们的这一个牛奶器命令我们的这一个计算机好 你得用我们合规的一个代码 你在这里的话推荐大家一个方法好就是刚刚有同学讲到这个kins 同样的也是在这一个sonini当中去导入的也是哎我要点上的是这一个微博车瓦 也是微博车瓦在这个微博车瓦当中有一个comcom当中有一个kins 这个就是我们的键盘哈 在键盘当中有一个哎类什么是类呢哎在这里个这里有一个小题是有一个小小的c 那类呢它就是一个哎面向对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象哈 那在这里的话类一般命名的话它都是一个驼封命法 怎么去教大家去识别呢 比方说我的手字母它都是一个大写的 我每一个字母的间隔都是大写的 那它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类哈 可以歪其实这里就给他就给大家验证了 这个jara这个c是不是就是大写的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哈 来看一下在这旁边的话哎我这样洗拳吧 它因为有括号了 嗯其实这个jara的话它也是一个类哈 但是它后面用了一个v代替 建议大家这样子哈 后面的话如果说大家自己写到了碰到了的话 碰到了这一个方法类的话就慢慢的自己会有经验去识别它什么是类什么是函数了哈 那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键盘了 这个模块哈这个模块它没有还没有调用 所以说就没有颜色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键盘模块键盘模块哈 就是这个kings 我需要调用这一个kings当中的某一个键盘 但是大家注意了哈 我的这个kings的首字母是大写的大写的kings kings点好 点上来看熟不熟悉 enter键回车键 type键 runt键 control键 shift键 add键 alt键 下左右上是不是上下左右键等等很多键盘哈 我们主要要的是什么enter键 就是我要回车的键 是不是这样子回车之后 回车哈回车来看一下运行它 它是不是打开了这个牛奶器 然后呢自己定位到了我们的这个搜索框 但是在这里的话它就没有反应了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打开这一个访问京东之后 是不是在我的函数的外面 所以说它能够直接的去打开 不是没有点击哈 那么在这一个函数当中呢 大家要知道我竟然是自定义了一个函数 一定不要忘记去调用函数哈 自定义函数 一定要去干什么 去调用函数 并且呢是顶格写 为什么呢 get info吧 这一个呢是调用函数 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我现在要使用它了 就是哎调用函数 它的一个函数怎么去写呢 就是函数名加上我们的括号的形式 我的函数名是不是这个get info 那我就是get info加括号的形式 为什么是加括号呢 这里又有说法了 感觉哎clink好些 也是可以的好 肯定可以也可以用 我们来print一下 点击这一个print好 把这个光标定在print上面 长按control再点击你的鼠标 你就能够去进入到我们的print的这一个 哎 参数的一个解释的一个 点py的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print这一个函数 这一个输入函数 它也是通过diff来去调用的哈 也是通过diff来定义的哈 不是调用 通过diff来定义的 OK 这是其一 那在这里的话 它就一一给你解释了 这个fill它是什么意思 shave shape它是什么意思 end又是什么意思 等等哈 它这里都有这一个括号里面参数的一个使用 那同样的print是函数 我们一般去使用它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函数名print加括号的形式去使用它 那我要对它里面的东西去传参的时候 我才能说去输入我们的东西吧 那这个就是使用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没有参数的使用 所以说我在这个括号里面就不需要写参数 就不需要去传参 因为我这个括号里面也没有东西 像print的括号里面哈 来继续看哈 print的括号当中就有很多个 参数所以说你一般使用它的时候 你肯定也要填参数 你不使用它 你在这里去给它打印 它也没有问题哈 但是我们要写参数的话 肯定也要在里面写东西 这是其一 那我在这里去定义了这个get info 那我也要去调用 去使用这个get info加括号的形式 那这里呢 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个自定义函数的一个知识点 是不是定义了 再来运行看一下 打开了 来看他是不是自己搜索的这个显示器 然后打开了 是不是 在这里 访问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商品信息吧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哈 而且呢 也是我们的这个Selini 去控制的哈 不是我在控制哈 而是我们的这一个 Selini自动化软件在控制它们 哇 是不是 所以说 调用函数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因为你 你没有调用函数的话 就相当于你这个函数的里面的代码是白写了 你没有去使用它 调用函数就表示我在使用这一个函数 那它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函数名加括号的形式 OK 那我们的这一步 是不是我们的这一步访问这一个信息的函数 是不是就使用到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去抓取到我们的这一个数据了 那我想要去抓取到什么呢 我的这一个商品的商品的名字 还要去访问我的这一个商品的价格 还要去访问到我这一个商品的 我想一想商品的信息商品的名字 再想了 访问我这个商品的链接吧 你其实还可以去访问这个商品的评价 商品的链接 那我们就访问 就去搜索这三个 三个我们要的这一个东西 怎么去搜索呢 首先 还是我们先注释一下名字 来看一下 我这一个所有的商品 我在这里搜索一下显示器 我这一个所有的商品的详情页 或者是说我商品的东西 它都在哪里 都在每一个这样的页面当中吧 这是我第一个 里面有什么呀 有我的这一个价格 有我的这一个 我的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商品的名称 那我点进去 是不是就是我的链接 就能够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商品的详情页 这是我们要获取到的 同样的 这个也是吧 它都在一整个页面当中 这也是在一个整个页面 这也是 这也是 那我如何去找到它呢 同样的 我们先去找到它一整个页面当中的东西 来 LI 点上 点击这个小尖尖 点击我要定位它一整个页面 它给我们定位在哪里 定位在了这一个LI标签下的DIV的这一个方块当中 定位在这个里面 那其实我再去把它关闭了 其实这个LI是不是第一个页面 这个呢 第二个 这个呢 第三个 它自己会定位吧 第三个是不是 这个第四个 第五个 以此类推等等 有多少个LI 我就有多少个商品信息 那所以说我所有的商品信息都在这个LI的标签当中 那我如何去找到这个LI呢 其实你们就可以去发现一下它的一个共同点 那我们就看它的一些些属性 这个DataSchool的属性 它一模一样吗 很明显不一样吧 它这个值呢 每一个都不同 那其次 这一个DataSchool 这一个ValType呢 是不是也不一样 后面的这些 是不是 这一个第一个是等于零的 这个ValType 第一个是等于零 其他的后面呢 都是等于实实实的 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一样一模一样的 只有什么 class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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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lass属性都等于这个GLI属姆是不是 这个才是我们要定位到的 我们找到它的关键点去定位到它们 去定位到它们 来 怎么去找 首先是如何去定位 首先得找到它的所有的商品信息吧 那就是Goods 我就LI吧 LI list吧 在这个LI list当中干什么 去找到 在哪里去找 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去找 Fan的 Animates 我还是通过这个ID找的吗 是通过这个ID找的吗 属性是用it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一个属性叫什么属性 叫class属性 那我得干什么 找到这个class的名字 class名称 classname 就是class属性的名称 等于多少 等于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item glitem是不是 它的class 它等于的就是这个glitem 给它复制过来就好了 好 那这一个方法 这一个Fan的Animates 办这个classname 它是什么方法呢 同样的回到我们的这一个文档当中 在这里 它是根据什么 根据我们的类名去查找我们的元素 根据我们的类名去查找我们的元素 如果说你是一个三版本的话 就是这样写的 那你是一个四版本的话 就下面这串代码是这样写的 你就要把这一个by放在哪里 点上这个class 然后点上搜 这个文档有点东西 这是it's me的 这是我的 自己整理的 好 自己也可以去整理一下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不管说是通过这一个class类名去找 还是通过这一个name属性去找 都是有一个by name by上这个class名称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我的这个class名称 是不是等于的是glitem 那我们就所有的商品都在这一个li-上 这个list当中的好 我们来打印它来看一下 li-list 看能不能返回出我们要的信息 那同样的 我这个就先关了 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报错的话 是因为我提前结束了 那我是不是在这里 同样的也定义了一个函数 是不是 OK 也定义了一个函数 那怎么办呢 我只调用了gate info 那我在这里 还是跟它紧跟其后的 去调用这个京东gate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子 为什么呢 我调用了这一个gate info 我是不是要使用当中的代码了 我使用完之后 我回车之后 我马上的去调用这一个京东gate 那它能马上的去 返回这一个li-上 list 然后去打印这个li-上 list 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 它并没有定位到东西 为什么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空列表 返回的是一个空的 为什么它没有匹配到东西 定位到东西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 什么呀 你没有去等待它这一个页面 加载完成 你就直接去定位了 那你还是要等待一下的 等待的方式呢 有很多 你看你自己要往哪里等待 其实你可以回车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呀 用time模块 点上这一个sleep 等待它五秒钟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是其一 这是某一种方法 调用的是time模块 时间模块 这个呢 我给大家写一下 等待五秒钟 让它的页面加载完成 等待五秒 那你还可以去 怎么去写呢 也是drava 点上什么呀 点上一个 我没记错的话 是wits吧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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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icity 这一个wits 等待 这一个等待 就是刚刚有同学提到的 影视等待 这个影视等待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time sleep 它是必须 要什么呀 必须等待 这一个五秒钟 得等完 你得等到五秒钟 过后之后 你才能执行下一步 但这一个呢 不一定要等完 就是等这一个 等页面加载完 就可以执行下一行代码了 就是说 它不一定要等到五秒钟 它什么时候加载完 我就什么时候去进入 我下一行代码 但是 那它最多的话 最多只能等五秒 所以说它一般来说 等不到五秒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 它还能不能匹配到东西 来看是不是匹配到了 那这些东西呢 Cenini什么什么 Viverger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并不是我们人 能够看得懂的东西 它是计算机 看得懂的东西 我想要将他们 这一个商品信息 这一个商品信息 超过五秒会报错吗 不会超过五秒呀 如果说它等待五秒钟 它还没有加载完的话 就会它同样的 也是在这个中复号里面 定位不到东西 但是不会报错 能理解吗 万一不会的 好 不会的 它只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等待五秒钟 你这个页面还没有去加载完成 就是它还是跟我们 刚刚没有等的一样 它是一个空的一个中复号 它返回的也是一个空的中复号的 这样形式 表示你这个空框里面没有东西 没有去匹配到东西 这里呢 其实print它不单单是输出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验证 验证你又没有定位到东西 像你没有定位到东西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空列表 你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定位到东西了 我是不是里面就有东西了 那一个一个 我就不一一写了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长度有多少 是不是有几个商品 又来 我把这个之前的关了 一个页面的话 大概看一下三十个商品 那三十个的话不是很多 我们就多翻几页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可以带大家多翻几页 好这个呢 是我的所有的商品信息 都在这个立杠list当中的 我想要一个一个取出来 怎么去取 Li for 用负循环去便利他们 for a for 利因上一个什么 因上一个立杠list 因为我所有的商品信息 都在这里面了 所以说我得在这一个立杠list当中 去干什么 去把我的商品信息 付给这个Li 那我得在这个Li当中去找我的名字 那获取我的商品信息 或者是名字 对了 循环 名字 这个名字是如何去定位的呢 或者是说我这一个 我这一个 除了价格 或者是我这个价格 或者是说我这个链接 如何去定位的呢 那在这里的话 我推荐大家用css sigitory 通过这一个css代码去定位 在这里吧 来看一下 点击这个小尖尖 我的名称是不是在这里 我定位到它 它给我返回在的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 定位到的是 DIV当中的一个块块 这一个方块当中的 class属性当中的p-name 还有一个p-name type-2 是不是 那我在这里的话 推荐大家用的是这个p-name p-name 那这个名称呢 它是不是很长 你不一定要等它全完 因为它是两个东西 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p-name 这里有一个p-name -type-2 那哪一个东西比较细节一点呢 其实这两个你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复制这个p-name -type-2 我们ctrl-f把它复制到这里来 它是不是也是多少呀 也是30这一个march 那么我把这一个type-2 给它删除掉呢 它其实返回的是 1,2V 49 这一个的话就稍微商品信息会多一点 因为你把这一个商品信息下拉的话 它能够去获取到其他的 所以说这两个都是可以去获取到的 都是可以去获取到的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空格 那在这里的话 我就获取这个p-name吧 自己也或者练习的时候 可以用后面的这个p-name-type-2 说的有点快 那这一个我是如何去获取呢 我还是通过这一个css去获取吧 当然我们这个class name也可以去获取 但是今天的话我就多用几个方法 比方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它还调用了什么 class name bed name 这个tag name 我们待会儿看有没有机会交代 还有一个xpass 那除了这一个之外的话 我看一下有没有退出窗口 没有的话我们就 我就单独的给大家去讲 cookie name 好没有 没有的话就没有关系 那我就单独的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一个class-scenini是如何去写的 那其实代码上面是有的 但这里的话我就拉下了这一个css 拉下了css也没有关系 xpass的话也是可以的 ok class还是这一个find的element 带上这一个cssssector 那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一个的东西好 这一个方法的话 它就是通过这一个css去查找 稍等一下好 这个文档YVDS你也可以拥有自己去多写写就可以拥有了 通过这一个css定位查找去查找 去查找元素 什么元素呢 比方说我的这一个元素 你如果说通过这个css去查找了 你这个元素是class的话 它等于某某某的话 它等于某某某的话呢 你需要干什么呀 你的一个css的一个语法 语法是什么呢 语法是点上这一个XXX 那同样的这里呢 我们不单单是要把它干什么呀 不单单是要把那一个p-name给它复制过来 不单单是要把这个p-name给它复制过来 建议大家直接复制好 因为你自己手挡的话很容易出错 还要干什么呀 在前面加一个小点 在前面加一个小点 因为语法是这样子的 css的语法是这样子的 那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title 或者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名称 那我就是name 来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能不能返回到这一个我们要的信息 运行走 个人感觉用find elements方法 杠直这一个来好写好写 以后面向对象的时候好用一点 这个的话看个人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自己的话之前用多了这一个 之前用多了这一个三版本 突然就变成四版本 换了一个方法的话 我就一下子没有习惯过来 但是我们的系统课程的话 就是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四版本 就是find elements 直接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些by了好 来看一下它返回的又是什么呀 这个它返回的是什么 又是机器看得懂的东西 我们能看懂吗 我们是不是看不懂 那我们如何去解决 点上我要提取到的是 它当中的一个文本 那这一个test 它就是一个文本的意思 提取文本 看不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点上test 能不能看懂 其实这一个加载的页面 就是它自动化测试的这个页面 你可以去对它进行改变的好 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能不能看得懂了呀 这个时候是不是能看懂了 那在这里的话来看 它返回的这一个页面 有一行的还有一行的 有些呢它换行了 在这个地方 它突然就进行了一个换行 京东电脑 这里呢又进行了一个换行 京东电脑 这里呢也换行了 我如何解决这一个换行的问题呢 嗯 其实这一个换行 它为什么换行呀 是因为你这个代码当中有换行 我看一下能不能定位到好 来看 然后就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它这个title 因为它没有换行 所以说就没有 那如果说你有的话 那你就是有 嗯 type arrow Weber elements 这个类型它不能迭代 不能迭代的话 你这个里面的 就是你这一个 你这一个类型 它就不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它才能迭代好 你要看一下你这个东西 能不能迭代 那你这个Weber elements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它就是不能迭代 什么是迭代 就一个一个取出来 然后呢 不建议复制好 要么就直接截图就好了 实际就报错 你截图给我看一下你报错的信息是什么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呀 用客户端能发图片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用的是网页端 用一下PC端好一点好 网页端的话它虽然能用 但是很多功能它用不了 你下一个看 它一般来说就是你定位的话 你要看一下你错的那个代码是什么 好 你就是我刚刚是不是在测试这一个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print去测试 你用print测试一下 你这个LI有没有定位到 你去测试一下 你这个LI list有没有东西 它用的是animants吗 ok有一个同学他非常细节 他发现了好 就是你要知道我的这一个例标签 它是有很多个的 所以说它是加了s的 他这一个animants是加了s的 加了s的 你那一个animants我看到了 你那个报的错误信息是没有加s的 就是你这一个 你明显跟我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这一个有一个s 你的没有s 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刚刚给大家讲了呀 我们的这一个例标签 它是有很多个的 是这一块吧 我有这么多个例标签 我用一个单数的话 它是定位不到的 很难定位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取取中人善这个同学很细好很细 我都没有注意看 好 好那继续来往下走了 好继续往下走了 那如果说其他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往下走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又获取到了 那那有些它的东西 它是不是有要换行 并不是那么的美观 其实你还可以干什么呢 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的哎 字符串的一个方法 替换replace replace 应该没记错吧 place 这一个就是我们替换的方法 我需要将这一个换行符 因为它有一个换行吧 所以说它在这里有一个换行符 我需要将这一个换行符 什么是换行符呢 哎-n 好-n 将这一个换行符 替换成一个空字符 哎被我们去使用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好它获取的就是这个名字 来运行看一下 其实你如果说哎 觉得这个自动化的这个页面 太繁琐的话 你还可以干什么呀 设置一个无头模式 哎都是可以的哈 那看一下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没有换行了呀 它每一个名字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一行的 哎这是一行 我们的商品信息的名字 这也是一行等等 它都是一行了 是不是哎 这个我们就解决掉了好 解决掉了 我们的名字获取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获取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 哎跟它这个名字下面的 哎我要通过这一个名字 才能去进入到我的 这一个详情页的链接当中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link 哎这个是链接哈 链接 这个link如何去获取呢 哎还是在这个LI当中吧 还是在LI当中 那这个LI当中是Fan的什么 来运行走 首次可见 我还是要通过这一个字 才能点进去我的详情页吧 那在这个字当中呢 这个呢是我的title标签 哎 title属性 title属性当中 我们这个名字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那接下来要获取什么 我们的详情页 我们的链接 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HERV属性 是不是就有链接 来点击它 哎点击这个链接 现在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详情页吧 我再来点击一个好 再来定位一个 定位这一个吧 这一个700多块的 哎它是不是定位在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 嗯嗯 文字呢 p-price item 这个图片 这个价格 这个是名字好 到这个标签名字当中 哎 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HERV属性 哎 点击它 是不是也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详情页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找到什么 啊 找到我这一个A标签下的 哎 这一个HERV属性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这一个A标签 我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这一个标签名称去定位 好 标签名称去定位 我把这几个去插掉了 页面太多了 窗口开太多了 通过ID 通过这个类名 以及通过名字 以及这一个标签名来查找这个元素 那通过标签名的话 那就是拜上这一个Tag name Tag name 好标签 这个意思就是标签的意思 那同样的好 同样的 这一个呢 哎 这一个我在这里给大家截个图 好 这一个方法它是一个三点几的版本 三点几的版本使用的好 那下面的这一个方法呢 就是一个四点几的版本使用的 给大家框起来吧 这一个是四点版本使用的一个写法好 写法上面是不同的 因为你得在这个by的话 你得在这个括号里面去调用它 OK刚刚没有截上 没有截上的话就算了吧 好大家知道是这个意思 它的写法不同就可以了 好它通过什么by tag name就好了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 FindElement by上谁呀 by上这一个tag name 它的标签名 它的标签名是什么标签 是不是A标签 在A标签下的什么属性呢 哎 HRF属性下 那你就是GATE Attributes 它的一个参数是什么 HRF属性 HREF属性当中 去获取到我们的这一个链接 我就把这一个给它打印下来 来运行看 放大了不好意思 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链接就能获取到了 我随便点一个链接就能获取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 详情页是不是 这个链接获取到了 那接下来又是老方法 除了链接之后 我还要去获取到什么 价格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 老方法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还是立标签 通过这一个 可以通过这个CSS去查找 FindElement CSS Secretary 那这个价格呢 你还是老方法吗 你找到这个详情页 找到这个小尖尖去定位到这个价格 它在哪里啊 它在这一个P-Price的这个标签下吧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 这所有标签 这一个P-AMG就是我的这个图片 我点击这个P-AMG 来 它是不是定位到我的这个图片了 P-AMG 然后我点击这个P-Price 定位到我的这个价格 然后P-NAME名字 名字当中含有我们的链接 然后这一个我们的评价 这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商店 那我们再往下走 哎就是我的一个自营店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再往下走 哎就是我的这一个对比啊 关注呀加入购物车的一个情况 再往下走呢 它自己会定位的哈 OK 那继续来好继续来 我的一个价格在哪里 我的商品名字 class名称是等于多少 等于的是P-Price 那我就把这个P-Price给它拿下来 它是一个class属性 我得在前面加上一个小点 那同样的 这一个价格它在哪里呀 来看 我把这个打开哈 它的这一个价格是不是在这里 它是一个文本内容 是不是 那同样的我还要干什么 去获取到它的 或者是说去提取到它的一个文本内容 来这个时候把它们一起打印 我们的名称 我们的这一个 哎 链接link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Price价格 一起打印 来运行看一下走 找到这一个哈 找到这一个 哎 又给它放大了 不好意思 来看来看好 来看 这是一整个页面下的哈 这是一整个页面 30个商品信息 哎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名称 这个呢 是我们的链接 后面呢跟的是我们的价格 哎 人民币吧 这一个1699 但是其实这样子看的话 我一整个屏幕看下来是不是不舒服 那其实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方法 你在这里的话就已经OK了 你只要再继续 对它进行读写保存就好了 但是我就是 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 我看着不舒服怎么办呢 哎 你可以对它干什么 对这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格式化 让它漂亮一点 那格式化的方法有很多 F引号 F引号是其中一个 然后呢百分号 进行链接是一个 还有什么呀 哎 比方说我的字符颤 哎 我是百分S 哎 我的哎 数字整形是百分D 五点形我是百分F 我要对他这样子 格式化 这是其二个好 第二个方法 还有第三个方法 是什么 format 它也可以格式化好 它也可以格式化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 比较不常用的这一个百分号 来进行一个格式化 怎么去格式化呢 我就不要这样子 用一个print 里面去打三个变量了 怎么去呢 我把它们总结在一起 我就写一个总 拼音 我就总结在一起 放在一个哎 字符串当中 我把这一个字符串 哈 我是三银号 因为它是一个文本字符串了 三银号就是表示文本字符串 它能够保存字符串里面的原格式 我在这个原格式当中 这里呢 是我的这一个商品的名称 商品名称 然后这个商品名称 所对应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字符串 所以说我要跟着的是百分S 同样的 商品的价格 商品价格 也是什么呀 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一个百分的S 那再来我们的这一个商品的 链接 也是什么呀 百分号S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第一个是商品名称 你要怎么去链接呢 用一个百分号链接对它放到 我第一个是商品名称 你在这里填的话 就得是商品名称的变量 那第二个呢 你是一个商品的价格 你在这里填的话 就得是一个price 第三个是链接 你得链接 你不能跟上面的链接 这个lame nickel price一样好 这样子才是了 你得根据你的格式化里面的内容 去进行一个链接 这是要记很多知识点才行 不然看不懂 这并不是要大家去记好 学编程的话 你是不能去记的 你只能多敲多念 然后去理解 不能去记好 非常非常 学编程的话 它不是一个文科 它是非常非常忌惮 这一个记的 那我今天是一个京东的一个商品页面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明天换一个淘宝页面的方法呢 你是如何去写呢 你只能说去理解 换一个形式 你也是能够去写的 不是要求大家去记的 一梦清安 就是 你这个的话 你现在是学生吗 你不要去记好 就是很忌惮去记的 这个学编程是非常非常 不能去记的 不要求大家记好 来看一下我所有的这个name presslink 是不是放到了这个总里面 那我只需要去干什么 打印这一个总就好了 我先把这一个原始的这一个 输出格式给大家去 先贴下来 我们再来运行 看一下我们格式化之后的一个格式 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返回的一个形式 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这个形式就非常漂亮 比这一个要漂亮很多哈 是不是他能够给我格式化什么 商品名称 价格以及链接 当然我刚刚讲到了 它格式化的东西非常多 你可以用F引号 加上里面的一个花括号去填你的变量 也可以干什么呀 去写上这一个百分号 也可以用format 格式化的方法有很多 看自己的一个喜欢 我在这里挑的是 不怎么常用的百分号的 这样的一个格式化 那这个优雅不优雅的话 就看自己的一个爱好 我这样写的话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只是说我这样写的话 也是可以返回的 那返回的一个形式 就是比我们原始的就会好很多 他能够给我告诉我 这是一个商品名称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品价格 以及我们的商品链接 ok 那这一步的话 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的非常棒了 好非常棒了 但是的话 它是干什么 它是一整页的 或者是说它是 就是一整页的 那我想要去获取 这一个商品价格当中的 10页或者是很多页呢 如果去写 如果去写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循环了呀 比方说我要循环 或者是说我要去获取到 它的这一个印上一个range吧 我要循环一个10页 那你就是1到11 在循环10页当中呢 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告诉他 现在我在 来有同学用这个f的话 我就在这里用这个f格式化吧 我想要正在 你就给他提示一下 正在采集多少页 这个多少页是什么 就是这个i 你i是多少页的时候 我就在采集多少页的数据内容 我再用一个这样的串串来写 这边的话也放长一点 好 这个呢只是我的一个提示内容 那我接下来呢 我在这里把我的调用给他关了 我要在这个循环当中去调用 我循环一遍 我取1的时候我就调用一次 我取2的时候又调用一次等等 这个呢就在这里调用了 调用之后我还要干什么呀 Driver 我还要干什么 去点击我的下一页 这个点击下一页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by CSS sigthory去获取到 这个是如何去获取的呢 来看了哈 我的下一页在哪里呀 在这里是不是 点击这一个下一页 那你就定位到这一个下一页 它定位到这里 诶 它的class标签是什么 诶 class里面的p-nest 那我定位到的就是p-nest 那我定位到的就是p-nest 那同样的它是什么 诶 点嘛 它是class属性就点 然后再点上clink 再来运行看一下 它是不是自己能够去再去加载另外一页 来看一下它这里就给咱们报错了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它给你报的是什么 在采集第二页的时候 报了什么信息啊 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个信息的报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就是它没有等到你的加载 你就直接就是干什么了 就获取到了 爬虫就是我看一下 就是你这里报错了 就是你调用的这里就报错了嘛 这里还调用了一次 OK这个非常非常容易解决哈 看一下 嗯什么 爬虫就是下载这些信息吗 有什么用 爬虫的话 对我知道没有加载完哈 没有加载完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不是我在这里的话我是有等待的 但是它可能等待的太太短了 好像逻辑都是大同小异的 嗯在这里的话就是我先一个一个来回哈 就是爬虫下载这些信息 这个呢它只是一个你你理解的是一个下载信息 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刚刚讲到了 这一个数据哈 这一个数据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商家是需要用到的 因为有些现在电商直播是不是非常火 那你需要对这个数据做可视化才能去 哎对比有商的一个价格 那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有有商家确实实找到我们去找到 去要这一个京东的这样的一个外包 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哎需要这一个哎京东的一个 试用的一个商品性的一个外包 那他的预算是200块钱 所以说你不能说哎没用好爬虫的话 它的用处是非常大的 只是说我只是给大家直接展示了好 没有去说没有去说给大家带大家去用csv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个数据格式对他进行保存 ok是非常有用的哈 那其实的话爬虫他不单单只是说哎 学这一个哎学这一个pathon哈 你不单单说我只是学这一个爬虫 那其实pathon的话他有很多用处 他还可以学这一个数据分析 也可以学这一个开发 甚至是说哎给大家学这一个算法呀 哎人工智能呀 人工智能呀哎什么机器学习啊 这些对存在只有意义哈 并不是说哎没有什么用 只是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用呢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到用到这个东西的地步 就像哎有些同学就是说哎我学这个数学 我学这个一元二次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需要我买菜的时候又不需要用到它 是因为你还没有用到这一个一元二次的地步哈 因为你还没有用到这一个境界 你还没有到能用到这一个一元二次 能用到这一个算法的境界 等你用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才是有这个有这个实力说这句话的哈 好像逻辑都是大同小异是的 所以说逻辑是大同小异 所以说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哎去干什么去备送啊去干什么的 你只需要干什么去理解去消化去哎多敲多念去锻炼你自己的一个敲代码的能力哎 键盘敲难哎工资过万是不是我自己都压上了 那其实的话为什么哎我推荐大家是走这三块的好 为什么呢哎算法和人工智能他们两个好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哎要求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 其次呢哎他的一个门槛也非常高学习难度也非常大 你需要有像学个这个人工智能啊算法呀你是需要有前面两个科目的一个铺垫 你才能去学这个算法和这个人工智能 特别是这个算法好机器学习你肯定是必须要学这一个数据分析的 你得用学完这个数据分析学这个数据分析第一 如果说你学的是这一个哎商业化的一个数据分析是为了就业的话 那你就干什么你就哎直接就学商业化的数据分析 那你如果说是为了哎 学算法为了这个学算法这个铺垫的话 你就得学数据分析当中的很多个技术好很多个技术 所以说哎我们的这一个pathon啊他不单单是说哎一般提到pathon 大家就想到的哎我要学爬虫哎pathon它就是面向对象的 我学完爬虫之后我就要面向监狱了好 其实不难好不然我们pathon除了爬虫之外数据分析开发开发的话 他甚至可以干什么呀可以走全站开发也可以走前后端分离好 前端加后端好前端开发以及我们的这一个后端开发 都是可以的好可以的那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课程图 也可以来look一下好我们的这个课程图呢就是从这一个前后端分离来的 那来看在这里有高级开发是不是又有webo前端开发的一个课程 还有我们的webo后端开发的课程哈 因为我加载下来的话图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 如果说想要这个课程图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这个清风老师的微信 好给大家接下来后端是干啥的后端是干啥的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问得非常好那后端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哎比方说我这一个 嗯在这里有一个哎这个清灯的论坛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有一个老师写的一个网站 那这一个网站的话它就是属于开发的内容 那在这一个网站的前面的这一个信息啊比方说我的这一个清灯的这一个图片 清灯论坛的图片还有我这些哎文字显示的一个信息 它就是属于webo前端的内容 因为我能够肉眼的看得见 那webo后端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框架我要开发这一个网站我就得用前后端哎 连接下来连接起来哈 那这个开发网站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后端的做的东西 那你后端的话要学很多框架 因为你框件搭建框架搭建好了之后 你才能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前端的东西来给我显示 你学着刚刚那张图扫码就能要的是吧 是的是的你那张图的话你就是能够扫码去加载到好去要 我把这些图片都关一下好 嗯窗口太太多了 谢谢你送的花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一个课程图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好 或者是说对我们课程想要咨询的同学也可以去加他都是ok的好 那这个图的话因为我放大之后你们也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讲了哈 那其实的话在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就有很多问题 他觉得哎我学这一个python 我学这个爬虫我是为了干什么的 或者是说哎我学这个python我能够干什么 其实你就根据你自身的一个兴趣 或者是你学习python的一个目的来就好了 你可以根据你学习python的目的去选择哎去选择你之后的一个方向 选择你之后的一个学习方向 那 稍等一下好 那比方说你第一个哎你的学习目的是为了就业 或者是说我为了哎兼职去接着一个外邦 或者是说我是为了哎提高效率 是为了哎只是感兴趣想要提高我工作之间的一个效率 哎提高效率啊哎兴趣爱好呀这个都是可以的哈 那如果说在这一块的话你想要去就业 那或者是说你想就业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扣个一 想要去兼职接外包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扣个二 想要去哎提高效率或者是你只是兴趣爱好的话给老师扣个三 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哈 pressing dong哎扣个一哎 南城老大也是一 大家都是想要就业是吧 你又想要兼职又想要就业 想的哎想要的挺多的那我就一一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哈 那在这里的话首先第一个好就是你如果说想要去哎坚持的话 哎想要去就业的话我推荐大家走几个方向好 一个是爬虫工程师 一个是爬虫工程师一个是数据分析师 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呃我想一下哈全站开发 或者是说哎开发工程师我推荐大家是走这三个岗位哈 好那当然了我们pathon学完之后不单单只是说只有这几个岗位的哈 工程师不单单只是说只有这几个岗位的还有什么算法工程师啊等等哎建模工程师啊都是可以的哈 好那为什么不推荐给大家学算法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算法门槛非常高 学习难度非常大那这三个呢哎工作的一个要求相对而言不是那么的高 其次呢它的一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呃开发呀 这个数据分析呀这几个呢我数据分析师呢因为他的一个设计的岗位呢是非常多的 因为现在电商行业兴起是非常非常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师来做的哈 所以说数据分析师开发工程师爬虫工程师这三个岗位而言相对于其他岗位而言需求量非常大 怎么看呢你自己可以去哎相关的一些网站上面去看哈 比方说我去这一个我去百度给大家去搜索一下boss 自己去招聘网站上去看一下就好了哈 来陆克一下比方说我要去找这一个python的一个工作 那他基本上推荐的就是一个开发呀 哎微博通缝师啊数据开发呀 那来看一下这个杭州的一个薪资12到20k的 他需要你掌握的是什么呀 需要你掌握的是这一个哎python语言 然后呢哎有两年的后台开发经验 这两个后台开发经验就需要你有一些哎工作的一个项目经验 那还有框架什么dejungle啊flask啊 那ninux啊是要编程是要找本啊 那数据库的话就需要了解mysoqua reducemangodb等等 那数据库哎还有ebo的框架呀等等哈 这些的话我们都会有去给大家去教授的 那他的一个优先就是哎有这一个dejungle啊flask的一个开发经验 哎还有什么哎这一个啊web pack的一个开发经验哈 好css3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图我们是如何去哎 如何去写的哈 来看比方说我这一个他要求掌握的是mysoco是不是 我们mysoco课程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开发当中 哎哎怎么又到了核心基础 那在这里mysoco他是在这里去教授的哈 他不仅仅说只教mysoco哈 他还会去教我们python 与这一个数据库的一个交互 还给大家去教这一个数据库的高级 绝算法走白发是的是的 这句话说的非常棒 那这是起一哈 那他讲的这一个哎flask是在哪里呢 也在我们的开发当中哎 这里flask的框架的一个高级基础以及模板 那其次的话像这个dejungle当中的哎 还有什么数据库当中的reducemongoDB 他是在爬虫当中去讲的哈 在爬虫当中的scrypy框架当中会给大家提到 我们的这一个reduce的分布式爬虫 我给大家截大一点哈 刚刚是不是讲到了我们的这个mysoco 会给大家提到 然后reduce呢 在这里会给大家讲 在scrypy框架当中会给大家讲 mongoDB呢也会在这一个哎 这一个mysoco或者是scrypy scrypy框架当中会给大家提到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哎 一个分布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课程的一个知识点 所要的设计啊 他会哎干什么啊 他会哎 根据我们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要求 需要你掌握的一个技能要求 加分项的一个要求来对他进行一个 哎干什么啊 进行一个哎去布置啊去哎去更新啊 去更新我们的课程 那其次的话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好 只是说爬虫啊 数据分析啊 开发 那如果说哎 你如果说是一个零工作经验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零基础哎 零工作经验的同学哈 如果说你学了我们的这一个pathon 你只要好好跟着我们学你是你的薪资哈 薪资是可以走到8k到一个15k的一个情况的 8k到15k 但是你的前提是什么呢 看一下link后面那个是怎么写 哪个 这个吗 link后面写价格呀 写价格哈 你不能自己去照抄我的 你自己 你自己根据我前面的这两个link后面前面的 name呀link呀 这两个去去练习一下价格是如何去获取到的好 光头强 光头是那强者的象征 是你 是你对是你强者的象征 工资高吗 这些哎 刚学会 刚学会就这么多 首先的话 呃这个工资高不高哈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我们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零工作经验的话 刚出来工作你的薪资是可以走到8到15k的 但是它是有个前提的好 前提是你要掌握相关的技能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刚刚讲到的就是哎 他的工作要求是要你掌握mysoco python 以及linox shell脚本 还有一些框架 dezango框架 flask框架 那这些的话你得要去掌握 你得要去学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去就业的话 就直接系统的哎 直接报我们的系统就业课程好 就业班 OK这是其一 那就业的话是这样的好就业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哎 兴趣爱好或者是你想要去哎兼职接外包的话 我建议你学什么呢 学我们的爬虫加上我们的数据分析的一个课程 但是这两个课程的话 掌握那张图上面的全部知识点能拿多少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8到15k 当然你还可以15k往上好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你8到15k的话 这个薪资已经秒杀了市场上 或者是我们市面上80%到90的一个工作岗位了 程序员的工资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是其一哈 其二的话你拿8到15k 8到15k他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你是一个零基础零工作经验的 那如果说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什么呢 你你在这一个工资 比方说你现在在某某大厂 或是某某小厂 就某某小厂吧 某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当中已经工作了 哎你你是零基础零工作经验进去的 已经工作了一两年了 你有一两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了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公司当作是你的一个跳板 进入到你的下一个公司